大家好,看到一个国内的很悲哀的消息 赶紧跟大家说一下 我们长话短说 提醒一下人还生活在土工国的可林稀稀的老百姓 说在湖南张家界有一个风景区叫做天门山 这个地方我去过的挺好看的 它主要是好看在山的险峻 这个山的一个像树林一样的密密麻麻的 挺特别的一个自然景观 说这个4月4号下午 四名游客在天门山景区 山顶西线玻璃栈道上面 翻越安全的湖南跳崖 三人跳下去了 一人被及时的阻止了 所以三个人都死了 你看他那个官方说的一些文件 说的一些事情 说这个4月4号呢 这三男一女跳下去了 跳下去之前呢 他们还这个什么 喝了毒药 也就等于是抱着一个必死的一个决心 然后以后抢救无效就死了 这是第一个意思 第一是跳崖 看到没有 第二是什么呢 喝了毒药 第三是什么呢 第三是这四个人呢 都来自不同的地方 分别来自于福建 河北 河南 四川 年龄从22岁到33岁不等 三男一女 是吧 然后初步确认的四个人是自杀 这个消息很重要啊 重要的你无论从哪一个角度来看的话 你都要多想几句啊 因为我们中国人你一定要养成一个基本的这么一个对新闻的一个分析的 你凡是对共产党说出的任何话你都不要信你 他都是假的 他都是在忽悠你啊 忽悠你 这种事你你如果说什么呢 就是这个事儿 他本身是一个什么是一个很典型的 如果他真的是自杀的自杀的话 他根本就不用报道 是你们自己找死的我干嘛要报道呢 是不是 他为什么官方出来开始要要要要批谣呢 或者说这个这几个人是自杀呢 你哪有这么快就确定自杀的呀 是不是 那里面有很多个东西啊 比如说这四个人来自不同的地方 他们怎么就在一块呢 同时组织这么一个自杀的行为呢 是不是这是其一其二 为什么他们要喝毒药呢 在哪个地方喝的毒药呢 你我知道这个地方你要去旅游的话 你是要有安检的啊 你身上带有毒药 你的现场喝是带不进去的 你如果带一瓶汽油 你在那个那个高空中的那个栈道上面 如果放火怎么办呢 你那么那么多水是不是 液体都有安检的啊 第三就是什么呢 为什么他一定要去人死之前 一定还要跑到这样一个风景如画的地方呢 这这种故事啊都是在这个什么 都是在电影里面看到的啊 一个年轻的一个美丽的一个年轻人 一个一个貌美如花的女孩 然后就是大半夜出走 然后走啊走啊走到一个风景如画的地方 我觉得在那里死啊 那是一个酸溜溜的闻人设想出来的啊 一个人真的决定自杀 他是非常的无力的 他是非常的绝望的 他根本就不可能还买一张火车票 去到一个任何一个地方 然后去欣赏一下这个世界上最美的风景 然后制造这么一个事都没有这样的事情 忍不到万不得已 他不会自杀的 真的 这有两种人会自杀 一种人是绝望的穷人 没有一点点希望他会自杀 第二种人是不是呢 这是太有钱的富人他会自杀 一般的老百姓 这是这个奴役赏且偷生呢 是不是 中国人的哲学是好死 是不如耐活着 是不是 我不到最后一步我不会死的 所以这个事情呢 非常值得一说 我要提醒大家啊 提醒大家 这个事没那么简单 没那么简单 因为你从他的整个的官方释放出来的消息来看 这个事情肯定比几个年轻人自杀 来得更凶猛 他为什么要辟谣呢 我觉得啊 这是我个人的分析啊 是因为这几个人都很年轻 是吧 完了以后呢 现在自杀了 他是担心什么 担心大家的年轻人都没工作了 找不到工作绝望了 是吧 掩盖经济层面的萧条 其实你想想 这个事我不说啥事没有 说土工一旦出来说话 你就一定要打一个巨大的问号 我说我无数次你在土工中国生活 凡是官方出来的消息 不管是中央电视台的 还是人民日报的 人民报的 还是警察的消息 还是政府的消息 你不要脸不好 我都不要心 你心里就傻了 然后我问了一些个了解情况的人 他们说这种情况早就有 是一种什么情况呢 是一种土工中国的有些个人呐 官方的人呐 他搞的一个新的杀人的一个方法 一个办法 叫旅游自杀 呃旅游杀人 然后呢 他有些人 黑社会也搞这样的事情 完了以后呢 什么什么什么 官方也搞这样的事情 比如说 他们最近在中国传得很凶的 有些人说是造谣传谣啊 其实你最好是相信 你不要觉得自己理中科 说有些人呢 找了一些国内的优秀的年轻人 有学历的身体本棒的人 说我们公司啊 这个月的这个绩效很好 赚了钱 我组织大家二十多个人 全是年轻小伙子 三十左右的人 是吧 完了以后呢 就是说我们去玩 去欧洲玩 但是呢 有一个路线图 第一站要去哪呢 去缅甸 然后去缅甸干嘛 为什么要去缅甸呢 去缅甸把你身上的器官给搁下来 然后把你的器官卖到 然后又运回来呀 是不是在中国赚钱呢 说这么一个人体器官 贩运的这么一个商业模式 你信吗 你还是信还是不信 要我是在中国的 我就信 为什么呢 我一信了我就不会去了嘛 有人告诉我 我们去缅甸玩吧 我去你大爷 我不去 我才不信你的 我在中国待着 我哪也不去 是不是 你一不去你就避免了灾祸 他如果是真的 你避免了 如果不是真的 你也避免了 对你来说你是100分 你干嘛呢 是不是 所以我说过无数次的 谣言这个东西 在一个独裁社会 他有的时候他有的时候能保密 平时呢他能够降低的交易费用 让你少上好多档 少花好多赢往前 你看这个报道里面的旅游杀人 他组织了几个年轻人 完了以后呢 就把他的器官给割了 都年轻 器官割了以后呢 然后假不假是把他们抬到这个什么 运到这个那个那个风景区 然后让他们跳下去 你开玩笑 你这个东西 怎么可能呢 是不是人怎么可能 跑到这么一个地方自杀呢 你想自杀你多的去呢 你还跑到大老远呢 是不是 一定是与人体器官移植有关 一定是有人盯上他们的腰子 盯上他们的肝脏了 所以我告诉你啊 土工中国的事情是非常吓人的 你千万千万不要那个什么 不要这个上当 好吧 是不是 还有什么遗书 还有什么根据遗书来判断 私人是其自杀 一个真正想自杀的人 哪有什么遗书 我认识的这些个朋友里面 好多优秀的知识分子 他们有些人都自杀了 那些孩子自杀 他就没有遗书 他有什么遗书呢 是不是 他一个人跑到山海关 就死了 就坐火车 被火车就碾死了 碾死了以后 身边就是几本书 没有一个字 该说的话都已经说完了 一个真正要自杀的人 他都没有遗书的 这有什么人才会留下遗书呢 知道自己要病死了 不久于人世了 对这个世界还充满了牵挂 他才会留下遗书 一个要自杀的人 一个年轻人怎么可能呢 所以我告诉你啊 这个事情真不简单 真是大家一定要记住 尤其是年轻人啊 35岁以下的年轻人 你一定要记住 先保护好你的身体 现在土工没钱了 他想一切办法 制造一切的可能 然后你的身上 真是你是个人矿 是吧 你还有点东西值钱 哎呀 我是搞不清楚 有些个中国人啊 真的是 真是搞不清楚 你首先你自己啥都没有 你还在那里坑着坑里 生个孩子出来 你不是给土工提供人矿吗 是不是 我也搞不清楚 你生了孩子以后 你不带着孩子逃离中国 你还在那里傻呵呵的 你还在那里觉得自己是一个人 你是个什么人呢 你在共产党眼里 你就是个矿 好吧 你身上啥都不是 一个人最值钱的不是你的眼睛 不是你的嘴巴 不是你的肝脏 不是你的肾脏 而是你的灵魂 而是你的自由意志 是你的思想 他说一说你自由 一直说思想图 你妈妈就灭了你 是不是 哎呀 想办法出来吧 我今天看到有一个哥们说 在美国啊 他有一个 有一个人终于被申请 政治庇护 终于通过了 通过了以后 现场就热泪盈眶 嚎啕大哭 然后他就上去拥抱他 这种人是知道自由的重量的 所以为什么有些人 他还 这个时候还不愿意离开中国呢 面对这样的消息 他过去还会理中客 我告诉你啊 最大的原因就是 你对自由没有渴望 你对自由这个东西 你没有具体的触摸感 你觉得这个东西可有可无 你觉得你在中国 只要有口饭吃 你就能行 好死不如耐活着 我告诉你啊 你让你活不了 真的 当你没有自由的时候 你的身体的器官都不属于你 共产党都要把你给摘走 然后给你制造一个自杀身亡的 这么一个消息 让你在一个风景如画的天门山风景区跳下悬崖 那么高 我去过的吓死个人了 我都往下面看一眼我就怕 还自杀了 帮帮帮 哎呀 这个消息可能与我的老家太近了嘛 我看到其实挺伤感的 都是年轻人 33岁 真的 还有一个小姑娘说是20来岁 估计还没有男朋友呢 就这么稀里糊涂的就给死了 其实蛮伤感的 真的 大家都多多保重吧 所以跟大家讲这么一期啊 多多保重 多多保重 不容易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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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